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它的窗台 在顶视图里面选择创建 举行 将窗台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一般飘窗的窗台我们会控制它的厚度在150左右 输入150 因为平时我们能看到的飘窗的窗台下面都是摆放的空调的外积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要为它添加一面墙体 因为在这里墙体是不能出现漏缺的 我们在顶视图上来对这里进行一个补齐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这里挤出可以来量一下它的一个距离 大概在400左右 直接挤出400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添加 像我们的墙体颜色 因为要摆放空调的外积 所以它有一圈百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顶视图来进行一下绘制 谢斧特加记将几何体进行隐藏 然后直接来绘制 然后对它进行扫描 百页我们可以做到35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摆放一下它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要将它的间隔区分出来 至于间隔的大小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制作就可以 绘制三个 调整一下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摆页进行材质的附加 选中 然后在拐角的位置让它有一些支撑 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下绘制 同样的扫描35 将位置摆放好 然后里面也摆放一下 然后里面也摆放一下 这边也进行一下摆放 然后可以将它们全部塌陷一下选中 让它们变成一个物体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般我们的飘窗都是夹在我们墙体中间的 上面还有一部分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往上也复制一个窗台 同样的将长体也往上复制 然后将我们做好的摆页也往上复制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摆页看一下能不能和上面对接上 因为到时候我们的建筑是用叠加的方式往上进行复制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一个再往上复制一个看能不能接上 如果能接的上就可以 在这里我们看到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将它这样处理 那这样这边的这个飘窗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 其实飘窗的制作也可以将这一部分直接做到我们的下面 然后到时候直接往上复制的时候 这一块地方它到时候空出来的时候 这一块就能把这边全部给填上 这是两种做法 都可以进行选择 在这里我们还是用我们刚刚的那种 因为那种比较好理解一些 我们将这里删除 然后我们再向这边继续的进行制作 同样的先来绘制墙体 进行一个挤出 添加材质 在窗户这里我们可以用上一节课我们用到的 将这边的做好的窗户 成一个组 进行复制 然后旋转 在这里复制的时候我们刚刚好像关联复制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将它进行一个取消的处理 我们要将主进行解开 将关联进行解除 下面的同样的将关联进行解除 玻璃也是 我们的窗框也是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来修改一下我们的窗框 将中间的窗框进行删除 删除好之后 我们再将它们重新的乘一次组 选中我们刚刚复制的 然后统一的为它叠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然后来调点 在这里选择它们所有的点 进行一个调整 很快的这边的 这一个窗户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 同样的这里又是飘窗 我们还是先来绘制一下旁边的墙体 让它进行挤出 二米霸 一样的我们可以先将我们这边的 窗的大小进行一个复制 既然我们有了一个标准之后 同样的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修改 就可以了 然后旋转一下 因为复制过来的时候 除了平面上的移动高度是没有移动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下它的笔列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改到中心 这里可以改到中心 这个方台的大小 挤出150 放在这边 和前面的这个地方对齐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是紫色的这一根 更改一下材质的颜色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往上再复制一个 然后同样的要将里面的墙体进行一个补齐 同样的飘创的下面都是用来放空调百页的 来绘制一下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侧里面上 400 这里同样的400 放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百页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进行修改 在这里 我们可以对它的面进行删除 删除这边的面 对点进行调整 这样就复制好了 这边同样的往下复制一个 然后还缺一扇玻璃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玻璃添加上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它来绘制玻璃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它来绘制玻璃 就不用在顶视图里来进行绘制 挤出5毫米 更改材质颜色 这样 这样这一面 飘窗我们也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我们再往右边来看 在这里我们说过有一个生活阳台 它有一个栏杆 它有一个栏杆 墙体 这边有一个窗户 在这里同样的 我们需要先将墙体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绘制 对它们进行统一的挤出 然后更改它的材质的颜色 在这个窗户的位置 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之前已经修改过的 进行复制 调整它的点 这边的这项门 我们也可以来进行一下 制作 在这里 墙体的位置刚刚画了少了一部分 我们来修改一下 同样的门的高度和我们这边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可以选择进行绘制 修改 虽然它是推拉门 那边是单开门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个过来进行调整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窗框 中间的分格进行删除 然后对它们统一成组 然后对它们统一成组 添加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 就可以直接调好 在这里调整一下 也可以更改一下它们的材质颜色 在这里可以将它们的材质颜色进行一下更改 这边同样的可以更改一下 这边同样的可以更改一下 将主打开 这个玻璃 也就是这个窗户 我们可以看到稍微有点大 我们可以在中间再给它加一根窗框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孤立出来 然后 然后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生活阳台 同样的我们先来绘制它的楼板 挤出高度 150或者100都可以 然后同样的来绘制一下它的装饰的这一种 底圈线条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可以直接复制 进行旋转和修改 调整点 然后绘制它的玻璃栏杆 玻璃栏杆同样的还是用这边的我们直接来进行调整和修改 因为我们是平面建模法 因为我们是平面建模法 它的建筑的风格也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已有的东西来进行复制 这样速度会比较快 而且看起来它也会比较统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调整 首先来调整它的阳台的栏杆 将多余的进行删除 在这里还有一些没有删除掉的面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之前说过的全选 将这些面进行删除多余的面 这里同样的 删除的时候仔细一点 不要将别的东西删掉了 删除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将它们重新再成组 将我们这个命令更改一下 重新再成个组 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 然后来调整点 然后这个阳台的栏杆我们也已经自本制作好了 同样的楼梯间的窗户 同样的楼梯间的窗户 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我们已有的 进行调整 绘制墙体 在这里 直接挤出2米8 也可以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因为它没有立面图 所以颜色的更改 可以暂时根据我们自身的 或者是客户的要求来进行调整 材质的颜色更改错了 材质的颜色更改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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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